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问一百个人 纽约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我想有一个词会不断地出现 那就是豪华 豪华的博物馆 豪华的商店 豪华的剧院 豪华的餐馆 以及豪华的酒店 我是萨曼莎布朗 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 我将带你参观这座神奇城市里的八家豪华酒店 有些酒店你知道 有些也许只在你的梦里出现过 还有一些则非常的与众不同 现在我们出发开始我们的纽约豪华酒店之旅 我爱你纽约 我们首先从市中心的曼哈顿开始 你知道吗 两年前我就站在现在这个位置 为大家介绍纽约市的标志 文明世界的沃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 这座酒店建于1896年 1931年搬迁到现在这个位于公园大道上的位置 当时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酒店 占据了整整一个街区 很多政界药人 社会名流 每次路过纽约总会选择在这里下榻 沃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是一间装饰艺术史上的杰作 后者风行于工业高速发展的美国 而摩天大楼高速列车以及对财富的疯狂追求 则是它的核心表现 在酒店的大厅里 你会看到两扇巨大的金属门和白金花瓶 1992年 酒店在整修时 人们发现原来酒店里有着他们从未注意过的装饰艺术精品 就在厚重的幕布后面 有着13件法国艺术家路易斯·日格尔的杰作 而在地毯的下面 有一幅由14万8千块瓷砖拼成的巨型香花图案 想象一下 说不定你自家厨房的地毯下 也会有这么一件艺术品 这里的接待处比一节车厢还要长 听说他们能够提供超过50种的语言服务 你好 你好 我叫萨曼莎布朗 布朗小姐你好 你一共住四天 你的入住日期在这里 需要您在这签名 您的房间是13楼 从这边的电梯上楼 谢谢你 谢谢 很荣幸 这里有1425间房间 每间都不同 也许你和我一样 从没见过这里的任何一间房间 这是大石套间 它有独立的办公区域 我喜欢这里的大地毯和上面的大花文普案 你看它像不像是从地上直接长出来的 沙发上的靠垫 大小不一 你可以选择最适合你的 我爱这些镀金的桌子 它们让房间看上去很舒服 还有床 非常的可爱 像个精心装饰的礼品盒 看这边角度精致 床单上的菱形图案很漂亮 看这里 珍珠香边的枕头 这里真是很豪华 客房服务菜单 事实上 我特地准备了一些钱 听说这里的消费很高 好了 让我们好好玩一次 点粉龙虾沙拉 椅子酱和香槟怎么样 这一切都很贵 不过亲爱的 我们是在沃道夫 阿斯托利亚酒店 我们必须和这里相称 而且银行贷款 以后总是可以付的 这里是酒店 独一无二的沃道夫塔楼 这里被认为是世界上 最早的豪华酒店之一 住宿很不错 如果你真的有些闲钱的话 我得到允许 可以参观这里的总统套房 听说他从赫尔伯特 胡佛开始 接待过每一届总统 总统套房建于1931年 1969年 又按照白宫的样式 进行了重新装修 房间的风格 是佐治亚式的 有很多鹰的装饰物 到处都是 而且很漂亮 这里有一些非常珍贵的 有着历史意义的物件 这是阿瑟将军的写字桌 他和他夫人 自从1952年起 就住在这里 看这个 这是肯尼迪总统的摇椅 如果我真的坐进去 我会觉得很不礼貌 所以让我们这样 你并不需要有着总统 国王或王室的头衔 才可以住进来 他对所有的人都敞开 即使像我们这样的 普通平民 只不过 如果总统真的来了 你需要让出你的房间罢了 总统有这样的权利 无论原先住在这里的是 西班牙国王 还是英格兰女王 或是威尔士王子 这里是总统的房间 沃道夫阿斯托利亚 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 庄严和高贵 它是仅有的一家 提供大使级待遇 豪华客房的酒店 并且为美国总统 常年保留优先住宿权的酒店 如果你来到纽约 你应该选择一家大酒店 作为出发点 那就是沃道夫阿斯托利亚 这就是自由女神像 当年一千两百万名移民 经过她身旁 来到这块神奇的土地 试想一下 如果每天早上 能够听到这位女士的问候 那是不是很棒 好吧 那就跟我到曼哈顿的下城去吧 纽约的中央公园举世闻名 而这里是炮台公园 它位于曼哈顿下城区的 尖角上 从这里可以摆渡到 女神像和爱丽丝岛 当年为了抵抗英国军队 美国人曾经在这里 将二十八门大炮 沿岸一字摆开 这就是公园名称的由来 许多游人并不是太喜欢下城 他们深怕会错过 中城许多有趣的事物 但是相信我 只要是曼哈顿就到处充满了乐趣 下城区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而你要是住在 丽丝卡登酒店 那就更好了 欢迎来到丽丝卡登 谢谢 不用谢 当你第一次跨进大堂的时候 你会吃惊 这里和我们以前去过的 丽丝卡登酒店不一样 那些标志性的装饰 哪里去了 树枝型的吊灯 还有我小时候 从来不允许做的毛皮沙发 但是如果到了下城 你原先的印象就会被打破 在这座酒店里 无论是家具 灯光 还是摆设 无不充满了现代艺术的气息 同时酒店还收藏了一批 由本地艺术家绘制的当代艺术品 他们给酒店制造了活泼的氛围 而且也恰如其分地 表现出了曼哈顿的特征 每个人都知道 丽丝卡登酒店的客房漂亮 但设想一下 住在最漂亮的客房里 会是什么感觉 这就是 丽丝卡登套房 你会发现 里面的一切都很简单 这是一个 2500平方英尺的套房 里面装饰的 全是现代艺术品 看看这台电视机 你一定会喜欢它 不管在房间的哪个角落 只要拿着这个遥控器 电视机 就会跟着你 你可以玩一整天 当然我不会 我看这个 酒店为我们提供了浪漫套餐服务 要知道 这是一家非常浪漫的酒店 而且他们善于此道 他们会在床上撒满玫瑰花瓣 钉在中间组成一颗新的图案 真是太漂亮了 还有香槟和草莓 看上去很诱人 味道肯定不错 钱买不来爱情 但却可以为它锦上添花 与浪漫套餐 同样出名的 还有坐落在酒店一楼的双膝餐馆 这里面积宽敞 环境优雅 而位于14楼的莱斯酒吧 也是酒店的一大特色 我敢说 在麦哈顿地区 没有一家酒吧 能够有它这样的地理优势 站在14楼的露台上 品尝美酒 眺望纽约港的美景 舒缓一天来的工作压力 或旅途疲惫 那种感觉 就像坐在海边酒屋的长凳上 非常的放松 简直太棒了 商务人士经常出入 绿池卡登酒店 但是酒店的服务对象 不仅仅限于这一类顾客 我就刚刚要了一份 泰迪熊套餐 有牛奶和曲奇 要知道 新一代的利池卡登酒店 正变得越来越年轻和现代 炮台公园的这家 就是用当代艺术 来体现它的独特风格和品味的 作为整个纽约城 唯一的一家冰水酒店 利池卡登不但为大家提供了 观看纽约港美景的机会 其自身也成为了 这一美景中的一部分 如果给我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城市 我会说它永不止息 这种精神将一直贯穿我们的节目 下面要说的酒店 过去曾是一个私人俱乐部 而现在则是中城区的一片清凉绿洲 而如果你正在查电话号码部 记得绝对不要错过这家酒店 我是萨曼沙布朗 毫无疑问 纽约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城市 这里的住宿环境总是一成不变 但是 如果你希望找到一家 非常个性化的酒店 那么试试我们接下来 要介绍的这家吧 在第六大道44号西街上 云集着一大群酒吧 哈佛酒吧 铅笔酒吧 游艇酒吧 那除非你是他们的会员 要不然你进不去 你好女士 这就是城市俱乐部 它曾经是一座绅士俱乐部 1904年被改建成酒店 这里就像一个私人俱乐部 通常我们都从参观大厅开始 好 我们登记吧 你好 我是萨曼莎布朗 人们把这里叫做非大厅 因为这里让你感觉非常的放松 你知道很多酒店大厅里总是霓虹闪烁 音乐 噪声 震天的响 砰砰砰 这一切都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而这家酒店 无疑就非常适合那些想躲避 砰砰砰的噪声的客人们 等你好了 谢谢 谢谢 这不是那种你能够观察别人 同时也被别人观察的酒店 这条走廊是那么的暗 我几乎看不清楚路 不过它确实能让你安静下来 远离外面喧闹的大都会 哇 真漂亮 超出我的想象 房间的风格完美地表现了新美国古典主义 这里的许多元素 仿佛和家里的一模一样 却又增添了更为时尚的气息 新鲜而让人振奋 也很亲切 这里有许多有趣的箱矿的物件 这是一份剧院节目单 一张老式唱片 还有一张布鲁克林街区的照片 有谁会想到在墙上挂上这些老式的东西 竟然会创造出这么一种摩登的感觉 这里真的很现代 这幅画很漂亮 看到了吗 是不是很巧妙 它很小 但非常漂亮 我喜欢这个架子 它很大 你可以把所有的化妆品都放上去 你一定会有不少东西要放 我要出去取我的行李了 因为面积小 所以城市俱乐部花了大量的精力 用在了全部65个房间的内部装潢上 它强调舒适和奢华 虽然这里很多的艺术品看上去都很奇特 在二楼有一个侧层 从这里可以俯瞰大厅 而且它还补去了大厅没有足够座椅的遗憾 这里同样有许多有趣的东西 悬挂的纸条 简洁的落地灯 以及许多小玩意儿和不知名的东西 很有意思 酒店里有三套非常与众不同的双人套房 房间里有高达两层的落地窗 并用淡蓝色与棕色搭配的时尚色调 以及现代艺术品装饰 看到这架螺旋梯了吗 是不是很酷 在二楼的卧室 你能切身感受到这家酒店的本来面貌 它建于1904年 这些套房以前是俱乐部的舞厅 改建后 他们保留了这些落地窗和漂亮的天花板 能够这么近距离地欣赏这些图案 感觉一定很棒 这些玻璃蓝板也是他们的杰作 这样就不会阻碍你欣赏窗外的美景了 酒店的旁边是由著名的厨师丹尼尔布拉德 经营的摩丹纳餐馆 这里的装饰非常豪华 很时尚 是纽约出名的餐馆之一 29美元的汉堡包 你听说个这么贵的汉堡包吗 不过确实很诱人 制作的时候 厨师将小排浸在红酒里 等到肉全部掉下来 将其做成肉饼 加入菌菇和香料 再在上面浇上自制的意大利干奶酪 当然还有薯条 城市俱乐部酒店小巧精致 特别适合于那些厌倦了繁华喧闹的大酒店 而希望拥有一个更为安静和私人化空间的旅客 城市俱乐部重新书写了曼哈顿地区的酒店篇章 而就在离它不远的地方 有一座与之完全不同的酒店 这是纽约市立图书馆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 而就在对面 有一座根据杜卫石进制 而设计楼梯和房间的酒店 它的内部构造 与安排和图书馆一模一样 而它的名字就叫做 图书馆酒店 图书馆酒店面积不大 但是能够提供非常个性化的服务 而且极具品味 接下来处在右边 我会召开您的行李 谢谢 大厅里排满了用桃花木做的书架 上面全是精美的图书 这家小酒店只有60个客房 却有着超过6000本书 这些书都太贵了 我通常会在书店里花上几小时阅读 我想你也一样 酒店遵循度位时尽之规则 有10个主目录 每一层楼各属其一 例如社会科学层 历史层 语言层等等 而每间房间又是一个次目录 收藏了关于这个次目录下面的书籍 所以如果我们是在文学层的童话故事客房 那么我们在里面看到的艺术品及书籍 都是关于童话故事的 如果你认为这个酒店只吸引那些卸了顶的书呆子 那么你就错了 事实上 这里预定率最高的是色情文学客房 它比其他客房的预定率高出四倍 我订了哲学层的爱情客房 因为色情文学客房早已被预定了 房间看上去不错 是吗 即使是床看上去也很庄重 稳重的麦色床单 用桃花木和皮革制成的床头板 看这个椅子 很简约 摩登的皮质扶手椅 虽然这里只能做一个人 除非 没关系 这里关于爱情的书很多 卡萨诺瓦的自传 爱情百科全书 这里会让人产生遐想 我们是在爱情客房 看那些照片 爱情爱情爱情 在艺术层 你可以选择威拉王时尚设计客房 它和我的爱情客房一样 但是有一个小阳台 冬天围坐在这里 感觉很不错 对吗 这里的书籍有著名的时装设计师 威拉王精心挑选 那里还有她的照片 她因设计漂亮的结婚礼服而出名 只要能穿上她的婚纱 我才不管新郎是谁呢 也可以随意浏览这些精美的图书 有迪奥 还有CK 这里的书设立面很广 头发 化妆 这整整一本书都是讲关于眉毛的 这是诗人花园 在十四楼 由这间暖房和外面的阳台组成 这里很幽静 也很漂亮 而更特别的是 作为一个原本可以供富人和精英们 独自享用的花园 它却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大众开放 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获得享受 酒店建造的灵感来自于 杜威石进制管理系统 这种灵感真的很有趣 我喜欢它 在这里的越南市里 你可以尽情地享受书海带给你的乐趣 住在这里 静静地读上一天书 绝对是一种享受 接下来享受一下 二十四小时的男仆服务如何 或者尝试一下 用情绪测试板来选择适合你的房间色调 怎么样 跟我来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第五大道 以奢侈豪华而闻名世界 而就在这条大街的尽头 有一家和第五大道风格相同的酒店 它就是圣里集资饭店 每一个人都会惊讶于它的华丽外表 看到这博阿艺术风格的石柱和铁栏杆的阳台了吗 好的酒店 其服务水准总是一流的 而圣里集资则是超一流的 欢迎回来胡浪女士 谢谢 看看这扇旋转门 它就像一部时间机器 将人带进了另外一个世界 只要踏进酒店 无论你是在漂亮的接待处登记入宿 还是寄信或者查询时间 即使是最简单的事情 在这里都变得非常的重要 看上面 从绘满了玫瑰和天使的天花板上 巨型水晶吊灯直屑而下 再看看这里 我想让你看看这座用黄铜包裹的楼梯 看到这些闪闪发光的小灯泡了吗 他们照耀着这座楼梯一直通向十九楼 这里有三百一十五间客房 其中九十三间是套房 住在这里 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最好的住宿了 此外这里的一大特色是 每一层楼都有一位专门的男仆 为客人提供二十四小时服务 很可爱对吗 每次当我踏进这里 我就会笑 是的 的确非常的豪华 漂亮的吊灯厚重华丽的窗帘 感觉很亲切 一切都很舒服 当我第一次看到它时 漂亮的衣柜 但是看 哇 微波炉 冰箱 咖啡机 还有茶剂 当看到这个厨房的时候 我知道自己不枉此行了 这里所有的房间都摆放着路易十六时期风格的古典家具 不过如果你想看一些有特色的 有几套套房不能错过 这是克里斯蒂安迪奥套套房 里面的装饰风格是完全迪奥式的 割灰色的墙壁 橙色的躺椅和鲍纹的靠垫 我有一件和这个房间相似的衣服 很漂亮 蒂芬尼套房中 客厅的基调就像珠宝一样 富有而奢侈 看这两吊灯 蒂芬尼水晶吊灯 酒店共有六百座吊灯 但由这一位珠宝商制作的却仅此一展 东方套房入口处的墙壁上贴的是手工绘制的丝绸 我认为这是三个套房中最华丽 最有异国情调的房间 它综合表现了亚洲文化的特色 书桌后面有漂亮的日式屏风 我喜欢这个可爱的玩偶 和这儿漂亮的风景 记得我说过这里是一部时间机器吗 看看酒店的二十楼 你就会更清楚我的意思 这个房间 你能相信吗 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纽约最出色的舞厅 圣里吉斯酒店的顶楼舞厅 在黄金年代 这里曾是达官贵人和富商巨谷们游玩作乐的场所 而今天这里则被用来举行婚礼和其他特殊活动 虽然它不再像以前那样是这个城市夜生活的中心 但是人们仍然会在这里跳舞欢笑敬酒 就像六十年前一样 如果一座酒店接近一百岁 那么通常它就会被认为是一个标志 一个有特定意义的名词 而对于纽约来说 圣里吉斯酒店远远不止如此 它代表了永恒 代表了美丽事物的长青 如果说圣里吉斯意味着对传统的维护 那么时代广场则代表了时光的穿梭不息 它总是提醒着你对于时间来说 我们是多么的渺小和微不足道 在世人眼中 时代广场就是曼哈顿 一切都是那么的醒目 除了我的酒店 时代酒店 入口处看上去很不起眼 但在这个地区它却很有名 欢迎来到时代酒店 未来主义 时代酒店的宗旨 就是要给大家带来理性和感性上的冲击 不要担心 酒店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太过分 看看这里 是不是很棒 电梯底座下面铺满了鸡蛋 我喜欢有幽默感的酒店 他们会不会压碎鸡蛋 不 时代酒店 希望你们能够真实感受一下色彩 您知道红黄蓝是我们酒店的主基调 请在这里按上几秒钟 以便我们找到与您相称颜色的房间 这就是那种用来测情绪的手掌垫 是的 只要把手放上去 是的 五秒 然后你就能测出我的情绪了 是的 真可怕 好 蓝色 说明您很平静 所以最适合您的色彩客房 应该是红色 可以帮助您兴奋起来 我应该更加兴奋点 是吗 是的 很好 看 我曾担心看到满眼的红色 红墙 红地毯 红家具 每一样都是红的 还好 这里的颜色安排得很有品味 家具很时髦 是深咖啡色 这张床 一大片红色 现在你明白红色客房是什么样子了吧 这红色的挂毯是不是很诱人 看 红色的软糖 你可以品尝红色 红色香水 我听说它是专门为这家酒店制造的 气味很不错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如果我没有选择红色呢 黄色怎么样 那可是太阳的颜色 也是胆小鬼的颜色 当然 它还是纽约出租车的颜色 我还想看看蓝色 这是我的颜色 蓝色 它代表冷静 镇定 很奇怪 每个房间都差不多 仅仅是色彩有所变化 确实整个房间看起来大不相同 楼下是会客区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许多特殊口味的鸡尾酒 例如石区等 看到吗 我的就是蓝色的 蓝色代表平静 我就非常平静 通常人们都不太喜欢酒店的会客区 但这里却是人们非常乐意待的地方 因为这里的布置非常的新潮有趣 咖啡色的皮质座椅 迷你屏幕上播放着艺术电影 灯光也不是特别的亮 它让我感觉又回到了22岁的时光 以其他酒店不同 时代酒店的主题是色彩 以及人们对色彩的亲身感受 从视觉 嗅觉到味觉 这里没有那些一成不变的房间 如果你希望那样的话 最好还是待在家里 这里总是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还记得上一次给你这种感觉的酒店 是哪一个吗 难道不是时代酒店吗 纽约给人的印象仿佛永不沉睡 但我们不需要那样做 现在我就要给大家挑选一家 能够给人带来帝王享受的酒店 别着急 我是萨曼莎布朗 欢迎回到节目中来 在纽约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最暴力的警匪片和最浪漫的电影故事 在这里共存 这里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只怕你想不到 如果说要找一家和他一样 无所不能的酒店 那也许就是位于第五大道 和第59街拐角处的广场酒店了 它是纽约市唯一一家 被指定为国家级历史保护单位的酒店 你好 你好 欢迎来到广场酒店 谢谢 在1907年开张的时候 这座19层的酒店是当时最高的大楼 它吸收了法国城堡的样式 入口处就像王宫一样 而更特别的是 这里曾是披头式乐队当年演出的下榻地 他们来的时候我也在 开玩笑 不是啊 当时我就在这 是吗 他是人潮汹涌 我们不得不设置路障 乐队成员只能从片门溜出去 是吗 全是一些女孩子对吗 是的 很兴奋 祝你们玩得愉快 非常感谢 玩得开心点 听说 对于广场酒店来说 每一位客人都很重要 知道我的感受吗 我感觉就像灰姑娘来到了舞会上 大厅的风格是从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改良过来的 这座酒店的建造花费了两年时间 耗资一千两百万美元 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 光滑的香花地砖 用大理石和镜子修气的墙壁 镀金的天花板 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装饰品 还有一千六百五十盏水晶吊灯 光滑酒店有各种类型的客房 八百零五间 有的可以看到漂亮的风景 有的什么也看不到 这取决于你愿意花多少钱 而我准备花上一大笔 这个房间的风格让我想到了索菲亚罗兰 如果在巴黎拍戏 她一定会选择这样的房间 很滑贵 不是吗 看着高高的天花板 还有漂亮的水晶吊灯 这壁炉是用大理石做的 真漂亮 地毯和窗帘很相衬 看 景色多美 空旷 满眼的绿色 这两点可是曼哈顿的无价之宝 说到树木 这就是传说中的橡树屋 门关着 也许我们可以瞄一下 是的 毫无疑问 这里曾是男人的领地 1907年 这里被叫做男人的酒吧 后来他们的妻子可以进来了 但只能坐在阳台上 再后来这里改建成了餐馆 妇女被规定只能在这里用晚餐 直到1969年 贝蒂弗里达和他的伙伴们踏入这里之后 这里对妇女的歧视规定才真正被废除 四个月后 妇女们得到了允许 还是自由进出了 记得我说过要花一大笔钱吗 也许你已经忘了 可是我没有 现在我要带你参观的 是这家酒店里最豪华的套房 1801号 总统套房 这是酒店的走廊吗 不 这是客房 它可真长 进来 看这里 金色绘花的墙布 还有那么多的吊灯 就好像 哪里是客厅 走到第四盏水晶灯下 朝右盏 这里真大 超过7800平方英尺 还有五间卧室 五个半卫生间 两个客厅 一个餐厅 一个厨房 以及一处好的景色 无以伦比 这是餐厅 又是一间华丽的房间 那么 这一切需要花多少钱呢 一晚上 超过一万五千美金 我就是 连一个小时也付不起 广场酒店 这座法式城堡 巨傲地坐落在 中央公园的南部 优越的地理位置 使它成为那些采购 或在公园里漫步一天的人们 理想的休憩之所 在这里住上一天 你就会明白 它为什么会被人称为 第五大道上的明珠了 不要走开 因为接下来 我们要去的这家酒店 能够极大的激发你的创造力 并帮助你实现梦想 我没有开玩笑 别走开 欢迎回到节目中来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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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纽约 那么多的选择 让你眼花缭乱 看什么节目 去哪里买东西 哪里吃饭 尤其是住在哪里 这一次 我有一个特殊的要求 因为我有一位同伴 请允许我介绍 士巴 他是一条七岁大 重140磅的巨型单卖犬 这个周末 他将和我一起度过 知道吗 有一家酒店 可以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帮助你梦想成真 更重要的是 他们允许狗进入 欢迎回到 没有死酒店 亲爱的 来吧 谢谢 对不起 好 我们回到酒店了 我们必须赶紧放下行李 带着士巴 到马路上兜一圈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你做得很好 这就是 尼斯酒店 以著名的 九位希腊女神的 名字命名 他们激发着艺术家 音乐家 和诗人的创作灵感 而这座酒店的宗旨 就是激发客人的创造力 现在 我要问一下 士巴获得的灵感 是什么 他说他非常喜欢 这里的黑色沙发 想在上面打个盹 我可不想让他这样 等一下 好吗 我们走 好的士巴 我们走这条道 尼斯酒店 共有两百间客房 他们自夸 自己的房间 比一般纽约酒店的客房 要大上五十平方英尺 好 我们走 亲爱的 走 这里 看 是吧 看这 我为我们两个 预定了一个双人套房 因为我知道 你要更大的空间 看 这是你的沙发 很舒服 是不是 家具是樱桃木做的 看上去很稳重 要知道 丹麦犬虽然体型庞大 但是非常的敏感 时代广场 就像一个农贸市场 我希望能够为士巴 找到一个让他放松的地方 你喜欢这儿吗 我也喜欢 床看上去很舒服 墙上是漂亮的抽象画拼图 士巴 你看 他们为你准备了很多东西 供你嚼的玩具 有骨头 不比他还要兴奋 是吧 这里还有犬类服务菜单 你想要什么 金枪女塔塔酒 不 羊肝和洋葱 好的就要它 不 塔塔酒 我想你应该要羊肝和洋葱 去吧 这个房间让我和士巴印象最深的地方 在房间外面 是不是很漂亮 亲爱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玩飞碟 酒店把这里叫做阳台 而我更愿意叫它天井 你觉得呢 我是说 这里有适合在天井里摆放的家具 下面是第六大道 那边是第五大道 而旁边就是时代广场 所以我们就在这一街区的中间 是不是很棒 六四酒店有一项服务 我从没有听说过 这只有在纽约才会有 这是保罗福罗 保罗告诉大家你的头衔是什么 我是一个造梦人 你现在看到的是 谬斯造梦节目 向我们解释一下 这是我们为顾客提供的一个特殊节目 我们都是平凡的普通人 就像我 是的 现在我们可以经历一次成为艺术家的过程 如果我想在朱利亚弹钢琴呢 我们可以办到 那么如果我想在美国巴黎舞剧院做首席舞蹈演员呢 一定能实现 我想我现在选择的这个节目 在你们这里一定很受欢迎是吗 完全正确 哪个女孩没有做过芭蕾的吗 你愿意学习如何跳芭蕾吗 我愿意 我愿意 你愿意迟 你愿意述 你愿意沉 FPS 谬斯酒店只能存在于纽约这样一座洋溢着艺术气息的摇篮 它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地理优势 为客人们制造奇特的梦幻之旅 士巴告诉我 谬斯酒店是他最喜欢的豪华酒店 做一条狗的感觉不错 是不是 你已经看过了纽约所有的八家豪华酒店 如果还没有 那让我们快速地回顾一下 这座俯瞰公园大道的复古的沃道夫阿斯托利亚酒店无与伦比 希望从窗口看到自由女神像 享受最精致的五星级服务 泡台公园的励志卡登酒店正等着你 你上一次享受的男仆贴身服务是什么时候 不如在第五大道上的圣米吉斯酒店 带上一个贵族般的晚上 一家酒店能不能重新唤醒你对色彩的感受 试试时代酒店吧 它离繁华的时代广场仅一步之遥 将一座私人俱乐部改建成别致的酒店怎么样 城市俱乐部酒店是曼哈顿中城最时髦的场所 这家酒店的所有房间都按照杜卫时俊制安排布置 它就是位于麦迪逊大街上的图书馆酒店 是什么把你带回了黄金时代 它就是第五大道上的明珠广场酒店 最后被移剧院区的谬斯酒店 不断激发顾客的灵感 帮助其实现梦想 即使这位客人长着四条腿 纽约纽约约约 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着超过六万间 令人眼花缭乱的酒店客房 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使你做出轻松的决定 要是下次有人邀请你去纽约玩 你会说我准备好了 感谢观看